急速追赶 勇猛向前 快乐向前出升级版 急速追赶 速度 哇 这两个人好精彩啊 我的天哪 激情 哇 一切精彩 现在18点35分 急速追赶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电视综艺频道 全新推出的快乐向前冲升级版 急速追赶 是两位漂亮的小姐姐 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大家好 先跟大家介绍自己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第四季 我是大明星的冠军 我叫程亚力 来 这九叔战争 好久没上台了是吧 听到我冠军就很紧张 大家好我是最好看的女魔术是杨娜 大家好 都不提自己参加过哪一家大明星了是吗 最好看的魔术师 好看就可以了 你们两个就是应该一个是唱歌的一个是魔术师 怎么能想到成为一个这个搭档成为竞争对手呢 其实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啊是跟杨大六PK 我真的觉得他赢我我心里不服 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我能不能再来参加一次 因为上次我输的真是我确实不服 所以说我就跟导演说了 导演就说那你来吧 但是这次的对手肯定比你强 我说谁呀杨娜 我跟这杨娜这个身强力壮的 我说我也不差别看我瘦我浑身是肌肉啊 你真的爱 雅丽这个女汉子性格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 尤其是那年参加快乐相亲 从一下冲到第四关 所以说我今天来我希望还是能够把当年那种勇气和这种劲儿 然后表现到这个舞台上 所以说呢今天挑战杨娜 杨娜这边人叫魔术师 随便一晃晃手指就把自己变赢了 这样你们俩各自说一下自己的优势好不好 今天的这个赛道 我觉得因为我上次已经来参加过了 我对这个赛道啊还是有一定的熟悉度 所以说我是有自己的套方案 我觉得杨娜应该会输给我 杨娜你觉得呢 我就不一样了 我没有方案我凭实力 没有方案 就不按套路出牌 下梦 凭实力 那既然来到我们现场了 两位也都是我们是 我是大明星走出来的非常棒的选手 就这么干干巴巴的来的 不带点 不啊你不是干干巴巴的来 你上一次我来我就没劳着唱歌 我就可着急了 你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快乐向前冲 也不让我们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艺 是不是 那今天绝对随便展示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首比较凉爽的歌曲 凉爽的歌曲 我看见你 我是那月光大海的裙白 飘逸在你眼里 你眼里 每次等你轻轻地划过 都会让我更加美丽 每次和你穿越风雨 都会熟悉等人的船 在你本身上的身份 和蜘蛟好 最主要的 Pictures 有时唯独水 和蜘蛛好 都会让我往一个上海 和蜘蛛好 最主要的胸鱼 我可要看到你 你得看他 没有 DNA 在你哪里 对面里 欺恋着你 我是浪花 一路追随着你 用我的生命 灿烂着你 挂开四季 我开四季 我开心 我开心 好听 好听 谢谢 谢谢 唱得真好 唱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杨娜丽这句 是不这个气息 是不是像 就才艺着说实话 就才艺着 就压倒 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就是多多少点 她确实唱得很好 我这那个睡一整 杨娜丽很厉害 你的魔术也很不一样 你俩不一样 对 我是我最善良 我是善良的魔术师 他是光给大家表演才艺 我是每次演我都交给大家 每次演都交给大家 我好 杨娜是魔术揭露时期 那今天就给我们准备什么 人体两分三分 我上一次的时候没有信心了 我就演了一个从来没有演的魔术 然后信心大增 我这一次还要演那个魔术 那我们上到去吧 就拿手的那个 好嘞 来 你这个道具看起来挺吓人的 是的 非常的刺激 这是个刀吗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是个什么 刀 这是个 哇 它是很锋利的 哇 我们看一下 你看中间就是个刀片 然后你看这些小孔的地方 小孔也有刀吗 都可以 拿着手 拿着手 好 哎呦 来 不是那样 不是不是你来 不是那样 不是那样 我不欠你 我欠他 你来我教教你 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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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昕 你的脚还受着伤呢 我跟你说 现在没开始呢 这魔术是不是 没有开始 开始 没开始 没开始 我就 你也是 我看这孔有多大 哇 哎 哎 你别别别 等会 别别别 哎 哎 我中不来了 哎 等会 等会 别别别 哎 哎 你还碰 他伤到了脚是吗 脚受伤了 那那跟手没有关系 来给来个手的 你别 你别动 哎 不是杨娜 我是主持人杨娜 我真的快起来了 杨娜我是主持人 哎呀妈 你爱了他 你爱了他杨娜 啊我不敢 哎 怎么 不不 哎 确定吗 哎 不行不行 我不敢 啊 行吗 哎 不是 我可是主持人杨娜 你这是助理好了 你这是不想 不想干了 123 来 什么 3 往边上爪容易碰着鞋 啊 啊 你 哈哈哈 一往鞋套套 来 1 2 不是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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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个好厉害 啊 哎你动一下 你动一下行吗 还会动吗 哈哈哈 啊 还好吗 啊 还好 哎 没事 啊 哇 怎么做到的 那是我很厉害 莫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在旁边这两个 我把刀我把刀拿起来 我把刀这两个都已经已经被就是斩断了 但是雨昕的手卷 对 啊那是 那个导演 是不是很厉害 下一次 杨娜再来的时候提前通知我哈 我请假 这太吓人了 我这 再说实话 莫着良心讲 我这次没看出哪有失误来 我不知道 那快到写刀具 对 对 为什么我每次 你跟我们讲讲 为什么我每次演魔术 演完你们就看刀具呢 好吧好吧 那那我们 我们就场上较量较量吧 好不好 好嘞 好 谁先追 行不行 舞台上见 场上见 好嘞 谁先追 你随便跳 没有客气 你你你追我 好的 你追我 好的 杨娜先追 举手示意 倒计时 三 二 一 行 一围是魔术之杨娜 追程雅丽 我们看一看 杨娜其实是属于人狠话不多类型 有的时候话可能不少 但是魔术常失误类型 被我们戏称作是魔术揭秘师的杨娜 看看在我们的赛场上 这两个人非常的卖力 倒计时了 这个金鲁能不能抓住他 还没有 最后五秒钟 陈亚丽跑得非常的快 漂亮 加油 陈亚丽成功跑 好 感受如何 我感觉这次比上一次要有技巧了 因为之前来过一次了 感觉 哇 很放松 很放松 杨娜呢 哎不服不行 她身体太轻盈了 瘦 她就是体重小 对 说实话我们在那边看得挺清楚 杨娜就是追起来吧 就有点慢 跑得吧略微有点慢 说马克也不要说炮 哈哈 还有一个词是笨拙 有点喘 现在一比零了 对 第二轮 一比一还是二比零 不知道呢 哈哈哈 我不能让她追上了 我不然这个天板锅都没了 哈哈哈 有信心吗 有 有 你看你这些 看都没有信心 有有有 电动车已经属于我了 哈哈哈 来第二轮开始 3 2 1 Action 好 刚刚陈雅丽成功的逃脱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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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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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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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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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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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我听到了杨娜丝巾裂肺的怒吼 股还好吧 肋骨 本来就这样车是我的了 就因为肋骨的伤还没有好 哦是要的是要的 会让给我的 所以车压力今天算是一雪前耻了 对不对 对赢了 耶 来吧给二位颁奖吧 哇 我的电动车 哎呀你这迫不及待的 我我两次了 恭喜压力获得国品好车赛哥点灯车一辆 同时我们这边杨娜也获得我们电饭锅一个 来吧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极速追赶勇猛向前 加油 极速追赶勇猛向前 有请下一组挑战选手上场 有请 欢迎二位 你们好主任好主任好 哎呀主任好大家好 老面孔 先跟大家伙介绍介绍自己 我是刘异龙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然后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 虽然这位我的PK选手非常的帅 但我觉得我一定能战胜他 大家好 我是来自郊州的一名洗车店 最帅的洗车店老板 也是我们的第九季我是大明星的年度十强选手 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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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有点紧张了 有点紧张了 我叫什么来着 其实好久没有见过赵宇了 对 赵宇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也是在忙店里 因为夏天嘛 这个雨水也比较多 然后洗车子也比较多 然后除了这个开店的 还有自己做的这个网络直播 做这个网络主播这一块 做的怎么样 成果怎么样 还好吧 应该说比较不错吧 多少粉丝了 应该有将近90万粉丝吧 哇 可以可以 不过赵宇既然参加过我们 我是大明星 也都知道他这个唱歌唱得很好 今天来我们现场 不给我们唱首歌 展示展示 那我就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歌吧 然后一首空白歌 送给我自己 给我自己打打气 有请 来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 有两人分担 其实并不难 是你太悲观 隔着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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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谁分享 不想让你为难 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怎么说 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歌 也许你不是我的 也许你不是我的 爱你却又被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谢谢赵宇 谢谢 那就话不多说 咱们场上较量较量吧 两位谁先追 我先来吧 我先追我们的这位 私人教练 行吧 那么我们就场上见 好 加油 三 二 一 行 来 第一轮是我们的赵宇 追我们的私人教练玉龙 赵宇也是 扩别我们的综艺频道的舞台很久了 看看刚回娘家他的表现 别看我们的玉龙的体型非常的庞大 但是他在底下钻起来非常的灵活 摸到了 赵宇也是扩别我们的综艺频道的舞台很久了 看看刚回娘家他的表现 摸到了 跑完了第一轮感受怎么样 太强了 出乎我所料 非常灵活 太强了 居然可以被一个健身教练夸展 太强了 我觉得就是 就是 虽然是 这种看似很简单的 但是真正的上来 实践的时候 真的太费体力了 真的 确实我觉得这个 和往常的训练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这种类似于那种 综合性的体能类的 因为我们在平时做的 可能是力量训练比较多一点 一般就是举铁 对对对对 举铁比较多一点 但是今天是需要跑起来的 所以第二轮要小心了 已经被人家拿到一分了 不能2比0就战败了 对不对 加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二轮开始 这一轮是我们的玉龙教练追赵宇 赵宇现在在挑选自己的位置 挑选好了吗 他挑选了一个最中间的位置 来 倒计时 3 2 1 开始 刚刚我们的玉龙教练说 自己在平时的训练的时候 都是力量型 诶 赵宇这一次跑的并不快 还在圆军选手 诶呀 赵宇现在在挑选自己的位置 他挑选了一个最中间的位置 诶 赵宇这一次跑的并不快 看来这个游戏 其实跑得比较 这个人跑得比较 跑不跑 这个赵宇你完全就是站在那里等他来抓你 可能就是第一局的时候 然后这个体力还没有恢复好 然后就是有点蒙的状态 而且这个路线其实规划非常重要 对对对 我觉得你在那边就有点茫然所措 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 对 教练觉得追难还是跑难 呃 感觉跑的话更难一点 跑的话更难一点 对 第三轮 谁追谁跑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 好 打开看一下 哇 教练抽到的是追 那赵宇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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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第三轮到底是谁能获胜呢 一起来看 3 2 1 Action 两个人看来都不擅长跑 那第三轮赵宇 看看他的表现怎样 其实在第二轮还没有表现好 就被抓住了 哦 碰到了吗 哎呀 哇 这个大热天的去跑一趟下来 酣畅淋漓吧 对对对对 卫生已经刺拖了现在 就是我有点低估我们的这个 呃 私人教练的实力了 确实比较厉害啊 光看人家这块吧 你不能低估 对对对对 就是块不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他的这个灵活度也是也是比较可以的 嗯 那就好吧 只能这样了 恭喜我们的教练获得了胜利 获得我们的国品好车赛哥电动车一辆 谢谢 谢谢 赵宇这边只能拿到我们电饭锅一个了 急速追赶勇猛向前 哇哦 哎 说实话刚刚的那段夜步舞两个人跳得非常整齐 对不对 谢谢 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来自山东齐和 然后我叫尼从 平时我就是一个夜步舞的爱好者 嗯 大家好 我是周敏也是来自齐和 我们是一个队的跳夜步舞的 谢谢大家 今天怎么想起来参加我们这个 急速追赶了呢 嗯 然后我们两个平时就是 就是雨昕的粉丝 对 严格粉丝 真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叫雨昕 小鲜肉 奔着雨昕来的 对 今天专门两个粉丝大老远的来奔着你来的 特别谢谢 你有什么想跟两个小姐姐说的 就希望今天能在我们的舞台上 刚刚你们已经把这个夜步舞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一会儿就在我们的赛场上 拿出两位小姐姐的风采 然后拿到大奖回去 好不好 必须一点 那接下来 咱们就正儿八经场上较量较量了 我们这个赛场也是烤敏捷反应能力的 对 我叫周米不是白叫的 哎 漂亮 这叫重重 重重重怎么办呢 我 我一点都不服服他 比较重容就是 我比较大一点 谁追 谁跑 都行 他跑吧 我追 你先追 好吗 有什么话对对方说 你不行 我非常的奥力给 我觉得你也不行 我不管奥力给 我还啥啥啥啥呢 啥啥啥啥啥啥 啥啥啥啥啥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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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场上见 倒计时 3 2 1 Action 第一局是周敏追从从 看看我们周敏小姐姐能否发挥刚刚毛游戏一样的敏捷 还有反应能力 噢 从从也不错 噢 还缓了一下 这是篮球的招数啊 Cross Over 噢 现在两个人被拉开了一点差距 不要在脚上 倒计时开始了 现在好像周敏的体力有点不值 最后的时刻能不能抓住 看来第一分 你从从获得第一分 哎呀看得出来两个人的这个敏捷度真的非常高 在这个赛场上跟两个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 但是 没抓住 对没抓住 人家这个从从比米明好像感觉还敏捷一点 我先让他一局 对 那你觉得这个平时跳夜步舞啊对这个挑战的话对这个追赶的话有什么帮助吗 觉得体力应该会好点 每天都跳多长时间 每天那个七点半到九点半 两个小时 对 雷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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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坚持好坚持好坚持好现在已经赢一分了 接下来要不要追上他 那必须的 2比0拿下 差不多吧 尽有最大努力应该能拿 应该能拿下 好吧那我们就第二场比赛开始 看两个姐妹还在这里拍照 这一轮依然选择了跟第一轮同样的位置 来吧看看第二轮的表现 倒计是 3 2 1 Action 这一轮是我们的崇崇追周明 崇崇还在观察 哎呦 这个时候周明你要危险了 伸个胳膊过去就能把你抓到 你看我们的崇崇挑选路线挑选的非常的好 加油崇崇 这一轮如果你要胜利的话就是2比0能带走比赛 但是现在好像体力有点不支 倒计时 如果都没有追到的话就1比1打平 看来是了 这一轮米米获得1分 目前米分1 2 7 4 5 1 5 5 5 3 2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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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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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和军队心相恋 到处都有母亲的爱 到处都有亲人的笑脸 到处都有母亲的爱 到处都有亲人的笑脸 好 人家站久这边已经唱完了 感觉怎么样 多少的还行吧 能听 还行吧 这样我就不在这儿跟你展示了 我去咱们的赛场上 高台上 因为你绝对会输 到时候我再送你一首歌 好吗 送我离开吗要 对 来吧 那就上场吧 谁先追啊 我追你吧 你追我行 好嘞 没问题 来者不拒 来吧 上场 放你跑五百米 来 刀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一轮是战酒追浩天 战酒刚刚在扳手腕的比拼当中取得了胜利 浩天你要快点跑 马上就要追上你了 浩天你要快点跑 马上就要追上你了 哇 你们俩这速度有点快 这边还没反应过来 那就已经结束了 有点意外 看来他还真有两把刷子 但是唱歌上 我还是觉得我是略胜他一筹啊 你这样 刚刚也说了 要在舞台上好好唱一曲 你站到我们这个最高处 给我们放声高歌一曲好不好 好 可以 唱个什么 唱个说句心里话吧 好吧 来吧 说句心里话 我也想家 说句心里话 我也想家 家中的老妈妈 也是满头白发 说句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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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爱 唱四年那个梦中的他 梦中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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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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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来当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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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职责任打 你不扛强 我不扛强 谁保卫咱妈妈 谁来包卫他 谁来包卫他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第二轮两个人已经准备好了 倒计时 我们看看这一轮 刚刚战龙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也是给自己打气 给自己的对手打气 战龙非常的灵活 虽然两个人的体重差不多 但是看起来战龙要更灵活一些 更小巧一些 在一个地方绕了三次都没有被抓住 哎 虽然两个人的体重差不多 但是看起来战龙要更灵活一些 更小巧一些 在一个地方绕了三次都没有被抓住 脸跑了两轮了感觉如何 感觉还好 唱完歌是不是之后 有点没劲的还是怎么回事 居然被他给抓住了 确实 我想让他一次 毕竟作为一个男人吧 2比0拿下有点不好看 对对对 多少给他留两分薄面 我觉得不像 我觉得他也在用力跑 但是我觉得反而我没怎么用力 就抓住他了那这几 那说明你实力强是不是 所以说我发现不能再让你了 那第三轮咱们就较较劲 都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来 好不好 来 谁追谁敢抽签决定 什么都没有也就意味着追的是 站久 而跑的是 好龙 好天 好 来决胜区倒计时 3 2 1 Action 这一轮依然延续了上一轮的阵容 还有跑追的方法 看看会重蹈覆辙吗 哦这一轮马上就要追上了 前面的人要快一点 好险好险 现在两个人又差拉开了差距 电动车到底是谁的 两个人今天都在为了真男人而战 我想让他一次 毕竟作为一个男人吧 多少给他留两分薄面 好 好 恭喜张姐欧 获得我们的国品好车 赛格电动车一辆 谢谢 来吧 坐上你的宝具 好 你的座驾 我们这边也有啊 也有奖品 我们的电饭锅一个 谢谢 来吧 什么也不说 啥都不说了 来把我们的口号说一说 急速追赶勇猛向前 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这个小伙呢 我看来自哪里啊 来自广州啊 这个小伙可能平常太过于运动 但是呢性格却比较内向 是吗 上场之前还比较紧张 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广州 只有21岁的小伙 莫成峰有请 来来来 你看他从上来走的这个步伐 真的看不出来是运动健将啊 对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莫成峰 今年21岁 你普通话说得还不错耶 你可以说说一点点家乡的方言 我们这边让嘉义跟你交流一下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我是林嘉义 我叫莫成峰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英语太赖了 我怕有来自这个广东的朋友听到我讲英语 那你也不至于就会两句吧 就是我讲得很地道 你随便聊聊 随便聊 把你会的所有什么吃了没啊 上车下车开不开心什么 这里都全都 雷终于梅 梅也 终于梅也 跑酷运动啊 13年 13年 有那时候你才多大啊 13 那 跑酷给你带来了什么 嗯 成功的帮我接到 接吊网瘾 哇这个是太重要了 我这个要掌声鼓励一下 哎呦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真的是给他一个手机 给他一个iPad 给他一个电脑 就是全世界都是他的 能玩一天 那你那个时候上网的时候一天能上多少小时 就经常通宵 就通宵 熬夜 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那影响成长 所以长不高了 所以长不高 那你就突然之间就是放下手中的那个键盘和鼠标 就去跑酷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嗯 你有比较热爱这个自由 你知道你要对阵的这位对手是谁吗 呃 不知道 好 这个是一位退伍军人 哇 来 有请李健 欢迎李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咱们山东围方的李健 嗯 我在下面实在是等不及了 看着这么多跑酷高手 一个一个的我也 当时也是没敢上 现在我感觉机会到了 你是觉得孟成峰从表面上来看 就是不像是那种特别有战斗力的样子是吗 呃 对我感觉他比我年轻 呃 我比他大很多岁 嗯 相对于我来说就是处处忙碌 呃 而且实力相当 他是 一三年跑酷 八年跑酷 我是一三年参加快充 八年的快充 哦 我感觉 有实力那样 从参加咱们的快充开始 我就没有放弃过自己 呃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从年龄上来说 这两边就差了十岁左右呢 是 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 二位在我们急速追赶的赛道上 一决高下 好吧 好 好 好 第一轮追逐 莫承锋站在了出发点 追逐的是 退伍军人 李剑 双方准备好了吗 倒计时开始 3 2 1 Action 好 莫承锋呢也是通过练习跑酷而成功 戒掉了之前的王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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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